究竟赌博与人生之间隐藏着怎样相同的规则 能够帮助我们在其中捉住机会 锁住盈利 从而赢得最终的成功 人生与赌博在运行的过程中 相似的规则是 实现成功是偶然的 而经历失败是必然的 因而当中领悟失败过程的累积 就是捉住机会 锁住盈利 从而迈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因此在人生与赌博的过程中 如果面对同样的挫败时 你无从节之 并做出改正 那么你肯定会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 再次陷入面对同样挑战的漩涡之中 难以解脱而无法成长 所以在赌博上或是做人上 唯一能够让一个人 变得越来越进步和强大的途径 就是能够意识到在过程中 自己所犯的错误 然后反思并彻底的改正它 由于世间善恶的本质都是源于人 内心的欲望和贪婪 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当中更隐藏着一条 赌博人心的规则 会使人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 因此在人生与赌博的过程中 最难的不是赢得胜利 而是能否抵挡得住贪婪的诱惑 和从中截知自己所犯的错误 并改正它 由于赌博与人生在运行的过程中 操作的轴心只是自己和自己的国益 所以如果你要在赌博与人生运行的过程中 捉住机会锁住盈利 从而赢得最终的胜利 就要自己去认识他们的本质 并领悟当中的规则 找出破解的方法 别人真的帮不了你 就犹如我们玩一种游戏 要在游戏里应对和解决 游戏中的各种困难与障碍 首先就必须了解 游戏的本质和 潜藏于当中的规则 因为只有了解了 游戏的本质和潜藏于当中的规则 你才可以分析出 在游戏里应对和解决 困难与障碍的方法 并从中享受游戏时所带来的乐器 和有机会在游戏中获得胜利 同样要在赌博游戏的过程中 所助盈利 最终获得胜利 首先 我们必须了解的 就是赌博的本质和潜藏于当中的规则 现在还在游戏中获得胜利 或是在前面 当中的规则 在游戏中的规则